TDWG,大家好,我是SKY 大家好,我是倩倩 歡迎收看Courser大小事 今天非常開心,能邀約倩倩來錄製我們的Courser大小事 那你今天是出什麼作品跟角色名稱呢? 我出的是一位叫做YD老師的繪師 那他跟另外一個就是手辦的工作室 他們合作出的一個公仔 那這個公仔叫做Luna 那我這次出的是Luna的異色版本 對,粉紅色的,不是正妝的那一個 對對對,沒錯,他就是有分兩個顏色這樣子 這樣大家知道了嗎? 那倩倩你今天為了這個角色,準備期間大概花了多久時間呢? 從製妝或是去參考其他Courser出這個角色的照片啊 等等,根據研究這個角色 整體來說大概是兩三週左右 兩三週啊? 對 聽起來就不是陳一檔的Courser 沒有啦 很用心啦 很用心啦 當然還是先以陳一為主 但是我會希望說 可以去研究他有沒有 例如說他的角色個性 或是其他Courser有出過什麼樣的動作 就是針對這樣子去 有更多的參考空間去出這個角色 這樣 這才是一個擁直Courser 該有的表現 大家知道嗎? 那倩倩我想要問你啊 你當初是怎麼進入Courser圈子的? 其實一開始是我的高中同學 他是Courser 那我一直以來都是會 像是他出腳 然後我陪他去跑場 就是幫他拉拉行李箱 所以你一開始是馬內 對對對 那後來就是他有一次澎湃的機會 那他就問說 那我要不要試試看 所以我就那一次出自己第一次角色這樣子 我好奇 出什麼欸? 我那時候除了Nana 就是那個唱瑤果樂的那個 唱歌的Nana 對對對 那是我第一個角色 所以一開始是當馬內 進入Courser Play圈子的 這樣對吧? 對沒錯 那你那位朋友還有在玩嗎? 沒有欸 就蠻可惜的 哇 好無奈喔 他帶你一路圈的耶 那他可能想說現實工作比較忙 就沒有繼續在動 空圈式的興趣 但是生活還是要顧好肚子喔 再來玩這戲劇比較重要 大家知道嗎? 那漸漸你Courser的年資多久了呢? 嗯 就以第一次出腳來說的話 是大概2015年左右 就是到現在 哇 九年耶 就是中間有斷斷續續的 畢竟那時候窮學生 還沒有辦法那麼頻繁的出腳 合理的合理的 對對對 就是可能如果說要真的到 有頻繁再出腳的話 大概是只有兩三年這樣子 哇 聽起來怎麼像新手Courser一樣 我可以裝一下新手 哈哈哈 還可以裝一下 可以跟網路上的 新手Courser們交朋友 對對對 我可以讓自己看起來年輕 欸 歡迎追蹤健健的FB 兩大好朋友 知道嗎?大家 那今天我想問你 你最喜歡的純動畫作品是什麼呢? 嗯 我最喜歡是宮崎駿系列的霍兒的移動車 哇霍兒耶 每個少女夢中的王子 對對對 就是他的出 大家的出臉 這樣大家都要搶這個出臉 你知道嗎? 很難搶啊 我不介意啊 大家可以 我們可以一起分享大家的出臉 霍兒很啊霍兒很啊 在脫圈我也相信 出霍兒的傳說都一定是帥哥 那當然 帥哥美女一定要出一下 真的真的真的 很喜歡出霍兒的 想聊霍兒的 跟少倩倩 聊聊那好 這是他最喜歡的動畫作品 那今天我想問你 你最喜歡的漫畫作品是什麼呢? 我漫畫作品就是我第一次出角的Nana 喔對 你剛剛有提過是Nana 對對對 沒錯 所以最喜歡的動畫作品是Nana 對 那為什麼會這麼喜歡呢? 嗯 我覺得以他的故事跟情感刻畫來說 每一個不管性別是什麼 都可以很適合在各個年齡層去看這個作品 都會有不同的感觸 不同的年齡層 對對對 所以你年輕的時候看是一個感受 對 你現在再去看就會是另外一個感受 對對對 就會有不同的想法刻畫 聽起來這個受重蠻大的 對 我真的覺得很很推薦就是大家去看這個作品 從情感面到他的現實的刻畫的那種情緒感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很推薦大家去看 欸很推薦 各年齡層的觀眾同好們可以收看Nana這部作品 那今天我想要問你 那你最喜歡的遊戲作品是什麼? 我最喜歡的是星馬騎英雄傳 哦 為什麼 嗯 應該說那時候是國中高中 也是以前的同學要帶我進去玩 欸欸欸欸欸 學生喜愛的作品啊 嗯 嗯也不是說這樣子 因為他的遊戲難度其實我覺得學生不見得可以玩得起來 真的假的 對他的打擊跟技術性要比較高 哦 蠻意外的 對對對 雖然我沒有玩過 他的角色很漂亮 哦合理 對 是蠻漂亮的 是蠻漂亮的 那就是一開始當然是為了角色跟故事心理這樣子 你會不會這個遊戲玩很久 我大概玩了十年左右吧 哇十年欸 哇十年欸 對 一個遊戲玩十年 這本身就是一個很猛的一件事 啊 這個阿宅就是喜歡玩遊戲 哈哈 能說他十年的不容易 他是不是有什麼 獨特之處 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我覺得他現在來說 其實老玩家還是 不管是老玩家跟新玩家都還是蠻多的 還是有人在玩 這個都還是有人在玩 雖然說現在遊戲的難度有比較提高 但我相信光他一角色的外型 就可以吸引到蠻多人的 對啊 Tina好像我應該明天下宅 玩一下 不知道觀眾有沒有這樣的想法呢 今天你們要考慮當一個全職COSER 嗯 我講目前啦 目前沒有 嗯 沒有的理由是因為上班太忙了 對啊 就因為我已經出社會一段時間了 那正職跟副業都已經找到自己覺得蠻理想 也是喜歡有興趣的東西 嗯 那當然就是COS COSPLAY就會覺得說 那我就是當下班之後 看看自己可以變什麼不一樣樣子 好看的樣子 所以現階段 現階段 現階段是當一個上班族 COSPLAY只是一個單純興趣 這樣對不對 對 現階段 我覺得COSPLAY可以看到更多上班以外 不同層面的自己 沒錯沒錯 對就是對我來說 這樣就是可以 看到更多漂亮的自己 不同的照片啊 不同的風格 不同好看的自己 我覺得是可以 嗯 在興趣這方面可以 額外提升自己的自信心跟成就感 這個可能性喔 是很寶貴的 今天不單單只是說COSPLAY而已 你今天畫另外一個興趣 也可以看到不一樣的自己 喔 所以如果你在螢幕前 一直對COSPLAY這個興趣 還蠢蠢不淺的大家 希望大家還是提起勇氣 嘗試一次 相信會有很多同好 願意跟你們當作好朋友的 那今天你玩COSPLAY啊 你都是屬於自己玩的這一種 還是會找朋友同好一起玩的呢 嗯 就是如果有人願意找我的話 我當然還是會願意跟對方一起 但是主要都還是我自己一個人這樣子 對啊 因為我看你都是自己出餒 對對對 就是 嗯 我覺得就是今天 如果要跟別人配合的話 需要考量到的事情很多 正常的嗎 對對對 那對我這種疼 我的個性來說會比較有壓力 色統的 對 對 我就會覺得 嗯 我自己玩也不怕會去影響到別人 這樣子 但是不排斥跟人家一起玩 不會 就是有人願意找我 他還是很歡迎 如果希望跟COSPLAY當搭檔的 鼓起勇氣 FD訊息他 他只能願意跟大家一起玩COSPLAY的 真的 那今天我很好奇 你玩COSPLAY這麼久了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麼 嗯 其實我以前是一個比較內向人 就是可能在路上看到人是會不敢跟對方打招呼 還是涉骨的漸漸 對對對 就變成說 欸我希望可以藉由這個讓自己更有自信 跟更多人相處去交更多的朋友 這樣很好啊 對就是開始去經營Facebook 然後去交更多的朋友 就是對我來說是蠻有成就感的 嗯 那當然就是像我們前面有提到 我也覺得說 這一方面也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性 讓大家覺得 欸有人可以跟你一起互動 這樣子 當然啦 對對對 這是一個愛好 如果拖這個愛好呢 還能交到我同號 對對對 那這不是一個很快樂的事情嗎 對不對 對就有人可以一起交流 這樣子 嗯 對啊 那今天我想要問你啊 你有沒有考慮COS難腳 嗯其實以前我有出過一次 大約是七八年前 喔不可考了 對 但是就是覺得自己不適合 近期也不會想要嘗試看看 就因為我出角會希望說 我可以完全就是 這個角度梳起來我會把它出好看 我不會出壞它 合理啊 對 那我就覺得男腳梳起來不適合 所以我就也不會 目前不會想要去考慮去出 不然我都會很好奇 今天出男腳會長得怎麼樣 我就覺得臉型什麼的都不太適合 我自己看不順眼啊 對啊 你的標準比你的標準 我會比較沒有自信 嗯 對啊 我就想說就再緩緩 只好先擱置出男腳這件事了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比較 那今天我想要問你啊 你今天這個暱稱 一開始是因為什麼 取這個名稱的呢 當然以前中二的時期 有取過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筆名 是不是什麼的 那後來我就想說還是取一個大家叫起來方便 然後我自己一聽就知道 欸這個是我這樣子 我就直接用本名 哈哈 本名就是某某欠 對我就是叫某某欠這樣 不會連字都一樣啊 沒有啦 我有改一個更簡單的字這樣子 音音一樣 對想說這樣大家叫起來比較方便 啊我也知道說欸這個是我這樣子 這樣欠欠的台灣好像也沒有什麼人叫欠欠 應該是我挑的那個字也比較少 算是稀有字 對就是很通常看到是另外的欠 啊我就是有些比較少的 對對另外的欠 有人跟你撞名過嗎 目前沒有 這也是一樣的字 沒有 沒有 對 我也沒有遇過 有欠欠這個詞的其他Courser 嗯 以上影片面容 就是我們Courser大小事的第一集 喜歡我們影片的觀眾朋友們 請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希望能夠推廣更多的朋友喔 或是Courser 來到我們這個節目 當作嘉賓來賓或是幫忙留言的 不管是喜愛的粉絲或是酸民 我都很歡迎 喔 那在這邊要跟各位說再見喔 我是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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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見 下期見